阿弥陀佛 大家好 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联圣佛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548集的播出 今天有小狗汪汪汪 节目一开始 为大家播放的是百字明咒 请根本传承大家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即将开车的声音 庚文字幕 李宗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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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都知道 宋盛 别扎麻烈门奔 别是唐瓦麻烦三麻烦 萨托阿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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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萨托又是母方佛的法王子 百字明咒是宵夜的大祖孙 Oh G lista sa to sa maya mano panaya Pisa sa to te nomareta 祂祖美巴哇 祟祷卡与美巴哇 祟祷卡与美巴哇 安罗拉多美拉哇 三儿华西地美波拉雅草 萨儿哇 踪马苏扎美缴佃 阿慕斯尼仍咕咕咕 哈哈哈哈 巴卡文 沙尔瓦咯咕咕咕咕 别咱嘛美满上 别喜叹瓦咩咕咕呀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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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们同时做网路的直播分享 我们再来唱一次百字明咒 请歌们传承金刚萨多大家持放光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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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想金刚萨多放出白色的光明 我们忏悔业障不缺圆满 Zither Harp Kun Bheja Sato Samaya Manubhanaya Bheja Sato De No Bhadita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Bheja Sato Sanaya Manubhanay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阿玛雅 三段阿弘迪 哇,这个,来分享一个 把可爱的音乐先关掉 大家好,这是陈伯天后新闻台 联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548集的播出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空中相会 那这个,先看看现场哪些同学上来了 以星亮亮,今天下整天的雨 也没有淹水,积水昨天都退光了 有几个地方,像副市长李四川都有时机去看 韩市长已经很努力了 昨天我看到了新闻 虽然有几个地方有 这个下雨一定积水 但是雨一小马上就退 表示高雄韩市长清淤 已经发挥了功效 好,这很棒的 单单调,黄玉珍 那这个台湾土木工程系的那个李洪源教授 讲说这个高雄的这个淤泥,其实是长期以来的结果 需要两年才能够清完 这个工程才能够清完 只要有认真做 我觉得都是肯定的 每天都期待这个时间 哇,看到我很开心 唱歌,心理压力都没有了 我们这个金刚沙朵百字名就是禅定版 让你再放小小声 然后跟着静坐禅定 可以帮助你 好,这个凯利伯拉娜,另外同志奏 陈振峰,李金淑正明 还有这个陈立军,归音丁业 很喜欢这个歌 王金福,丹丹丢 李金淑,丽莎丽,萧君竹 很好听 然后刘云兰,归音丁业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百字名奏 在YouTube也有 在我们的box.com MP3下载也有 就是在今天的贴文 你可以这个 每次贴文都有下载的地方 你可以去下载 何向荣 Lang Chen Sustent John 这个丹丹就也有进 由云南Carolene Diamond Carolene Sustent John Huaylan Ling 今天好旺 Sky Ming 百字名奏好听 Jodad Guan 水莲 陈乔峰 洪允顺 Seliko Extran Lo Thomas 你好 Seliko Huaylan Ling 我们都有新的同盟 Komirua 轩 Huan Tan Kony Yap 陈乔峰 还有Alistane Carol 丹丹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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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还有Lisa Juan Sky Ming 高雄清淤 高雄的污泥已经20年了 对啊 所以污泥20年 哪有说当市长马上就把它清完 要两年有办法 那个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所以我们的业障 生生世世的业障 要在这一次清完 一般来讲是不可能的 唯有靠根本传传的加持力 哇 Juan Sikgui 是不是 Juan Sikgui 名字很长 Emily 黄传义 还有Alistane 小君主 上市新宗念乐 棒棒 叶明菜 慧莲宁 这百姿民座的曲风很温和很舒服 可以调和不愉快的心情很棒哦 对欢迎下载哦 陈明达王国会贴来功课了 甘王金跟上市新宗的功课 谢婉宁 黄义珍 Ben Lee Heleneal也是 《地主经》 《刚王经》 《百姿民座》 《三星宗参悔座》 《正佛经》的功课 谢谢 那我们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门的留言了 那个甘宝尼说 念经座的功课不论多少贵在真诚 你一定要诚心正义的 Edithane是讲说 这个印度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人口很多 Richard Ginn 今天应该是昨天 昨天的时间就贴了 昨天晚上就贴了 今天就是整个了 昨天晚上到今天贴了 Richard Ginn 写信到西雅图球师尊加持功课的感应 是的 今天我们要跟噪音合一 就是听不到任何声音 万一不能改变环境 自己也要不被环境所影响的心情的EQ 好 那那个还有谁 师尊就要钢封力也一定 对不对 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灵魂的超觉 哎 接下来要讲什么死亡的经验 死的感觉 有没有死过 又死过得起举手 那就是这本书是第14册 那师尊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才30多岁的年轻人 那他有两个好朋友 都是老板 大公司老板的 一个姓廖的 一个姓什么 一个姓林的 双木林的 那双木林的老板是50多岁 那就是这两位老板来师尊家 这个就是约在台中五全路的历人大饭店 不是来师尊家 反正在一起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 其中这位林老板就讲 知道师尊在写灵书 他还讲出他的死亡经验 他说这个林老板 原来他在小时候 因为日本侵略台湾 那美国军机在轰炸 轰炸日本当时的侵略台湾 那这个姓林的老板 那时候是领小朋友 领大公子 跟着一堆人进去逃难 当时逃难的地方 躲在附近的防空洞 你们有看过防空洞吗 我看过 这个有大的有小的 可以躲 通常都在地底下 然后呢可以躲 躲避战争 那个炸弹的 然后呢 他们在躲在防空洞的时候 不小心一个炸弹 就炸在防空洞的 防空洞的上方的样子 对不对 那那个防空洞呢 这个空气说很污浊 然后呢 只有一个入口 跟出口 完全没有通风设备 就一堆人躲在那里 闷都闷死了 但是附近有这个炸弹的神明 你可以想想看 在过去 你们的祖先辈的 在那种战争时代逃难的 然后好好的家园 像师尊 其实师尊的这个阿公 这个祖父那一代 其实是名门望族 好像在高雄还是嘉义 火车站附近 整条 整条街的店面 都是师尊的祖先辈的 可是也是因为战争被炸了 然后地就 都这个 重新就都毁了 在求赔偿也没用 所以呢 轮到师尊那一世 师尊的爸爸是做电异公司的 那师尊是当军人 当测量官的 固定微薄的薪水 所以这个 这个 富不过三代 不过呢 师尊这一代 他又把他发扬光大了 这个所以 师尊是这个逆水行舟 逆风而行 是那个在逆境中成长的孩子 那他讲到这个故事呢 就是有一枚炸弹 居然在大家逃难的时候 防空洞的这个上方 有个炸弹炸开了炸开了 那不是躲了很多人吗 全部这个防空洞都坍塌了 一阵爆炸声响 哇,你能够想象 那一堆人是在我们的惊恐 对不对 然后呢 哇,一阵天摇地动 那声音是很大的 你知道那个炸弹的声音 你是看电影嘛 对不对 以前我们上军训课 那我们都要背着枪 打那个枪 那个子弹的声音都很大声 何况那么大的炸弹 那那个灵大公子呢 就感觉 哇,一片天昏地暗 那天玄地转 跟着大家都昏昏沉沉的 好像昏死过去一样 可是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 他听到周围有人在讲话 他就跟着大家醒过来 问题是醒过来的时候 他好像身子一扭一扭 好像就是灵魂就从身体走出来 他看到了一些人在呼唤一些人 哇,那边有一道光 周围都暗暗的 只有前面有一道光 叫大家呢 那个人叫大家跟着那一道光 这样子走过去 哇,那这个四周围呢 本来是很热的 突然就是觉得 好像是开了很强很强的冷气 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幽民界 他的温度是怎么样 然后周围是暗的 那他要你这个要转世到下一站的时候呢 才有亮光 所以呢,如果没有信仰的人 他就会跟着群众走 所以跟着群众走是对的吗 所以这个灵大公子 他就跟着人群这样子 哇,就这样子移动了 只是说他心中不知道这群人 好像在走 可是呢,好像自己身体在飞一样 飞行一样 微微的震动身子就可以往前飞了 但是是梦吗?还是真实吗? 怎么会飞? 你看你在做梦的时候 我就每隔一阵子 我会在梦里面 我可以穿墙 那个墙壁打在我前面 我告诉自己 那墙壁假的 我只要眼睛闭过去 穿过去我就可以穿墙 那我可以飞 跑几步 猪跑几步 往虚空中飞 那就觉得很自然 那在这个人在刚死的时候 跟着一群人在走 会飞 他也觉得很自然 只是说有个女人就讲 这个孩子是谁 那另外一个讲 那不是姓林的吗? 林家的大公子吗? 那林先生看了那个人 就是这个小孩子 看一看 旁边还走了一个阿斗伯 斗是这个一斗两斗 一斗那个秤凉的那个斗 好 那反正斗硬的斗 但是没有提手旁的 那旁边走了一个阿斗伯 哇 大家看这个小孩子是谁啊 四周仍然很暗 而且看不清周围的事物 哇 这个 当时看到的幽民记就是这样子 那林先生呢 林大公子当时跟着一些人 恍恍惚惚的 哇 很没有精神的 就反正人家走到哪里 就跟着走到哪里 到了一个石门前 石头的门 石门的半开 所有的人都排队进去 林先生是排最后一个 突然有人就讲 这个小孩 不在我们的民策里面 把门关上吧 哇 就把这个林大公子把他关起来 就是不让他进那个门 他站在门外 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就 哇 你看哦 大家都走进去了 只剩一个人黑暗暗的 哇 怎么办呢 飘飘飘飘飘 要飘回原来的地方 但是不知道多久 他迷迷糊糊的 居然就醒过来了 张开了眼 感觉全身都是灰尘 一块大木头 还好是木头 不是石板 刚好压在 哇 打到他的头 那个木板 还砰一下还好 如果是石头 哇 那个已经凹下去了 他听到有人喊 哎 这个小孩是活的 哇 只有这个小孩子是活的 原来刚刚那些人都是去走去阴间的 要等待审判的或者投胎的 那因为他不是属于这个死亡的行列 哇 就被夹过来了 这是灵家的大公子 那有人去扶着他 那他这个时候眼睛大开才看到周围是七横八树的尸体 很多人都死了 他是躺在一堆死人的周围 啊 好恐怖 勉强挣扎的站起来之后呢 这个灵大公子 哇 头昏 夜花 脚也无力 那四周的人都还在哇 还在救灾 还有其他人被埋在土里 哇 突然有个人喊 啊 这个是阿斗伯 已经死了 但是他灵魂出游的时候 他看到阿斗伯也跟大家往前走 哇 那他听到阿雄的菩萨他喊着巴巴巴巴巴 我觉得我读到这里 人在死的时候 这个地震被压垮的那些人 如果以这个灵大公子的经验 好像我们感觉他被压垮一阵惊吓 就是这样 头昏了 在死之前 反正死之前 或是死了之后 那好像没有什么痛苦 对不对 只是唯一因为没有宗教的信仰 跟着光就走 所以人临终的时候呢 万一遇到灾难 当然我们都在很心疼他们 在大地震的时候啊 对不对 那时候中国文川大地震 大家都会看到说 哇 在哇 对不对 挖这个 这个罹难者的尸体 然后有人看到这个 台南围观大楼的大地震 对不对 那时候台湾发生大地震 然后围观大楼 也是有很多人罹难 大家都在挖这个尸体 可虽然没想到 在大地震的灵魂居然没有痛苦 他只是灵魂增多身体就这样走了 看到这个故事 所以那活着的人是当然很难受 那再来就是说 灵终的时候真的 万一真的是没有信仰 所以为什么身上要带着佛牌 佛牌很重要 来不及念佛至少去到阎王还记得说 这个有佛牌 守护他 所以四孙在文集里面 他讲说 有一个人 不是 就是死了 然后他也没什么信仰 那有人就给他带真莫重的奏牌 然后他就跟着大家排斗也去阴间 去到阎王殿 然后阎王就盼你前面 这个人喜欢女生抱女生 好 盼你去这个抱抱地狱 抱什么 抱热童柱 哇 一抱了 这个童柱烧的热的 一抱 哇 胸前一片焦黑 惨叫而死 好 下一个这个女的 喜欢讲八卦 讲是非 好 盼你去割舌头地狱去割 那个人犯什么业 那个人犯什么业 好 轮到这个带佛牌的人 你有没有做什么善事 没有 有过于学佛牌 没有 那你有什么好的 他看看这个有佛牌 算不算 那个人完全没学佛 但是被带了佛牌 原来他的子孙 就是有过于征佛中的 在他阿爸死的时候给他带一个佛牌 他说这个算不算 问题是这个佛牌一拿出来 上面是师尊 刚刚 画面突然闪了一个白光 你有没有看看 刚刚那个画面 突然闪了一个白光 这个佛牌一拿出来 我告诉你 这个佛牌是金刚守菩萨 他曾经被师尊开关过的 那反正那个人呢 就是在阴间 他没有归于学佛 可是他家里的 你就不要带个佛牌 这个佛牌一拿出来 在阴间 突然发出好像青色的光芒 反正照耀整个幽民 阎王殿 那个而且还震动 阎王说这个佛牌很不得了 上面一看是我们的师尊 他说这个已经很不得了了 就放他走 好像是放他还阳 所以平常就要带佛牌 以防万一 人生有聚也有善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 能够无灾无难 可是你想想看 好像大灾难 在死前很惊恐 可是没想到 我看到这篇文章 哇 这个没有什么惊恐 灵魂就把它这样拔出来 我是觉得说 活着的时候是不是要回向 回向善事 善良的善 然后世事的事 就是往生 就是好死 世界上最恶毒的一句话 就是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是什么 死了还很怕死了 还堕入六道轮回 尤其是被鬼猪 看到一个洞 不要跳下去 你就当猪 今天还看到一个影片 那个猪会画画 有只猪 然后他也要被抓到刑场 然后被动物保护的团体 就觉得这个猪很可怜 就把它数回来 然后给他很多玩具 结果那个猪呢 喜欢那个有颜色的 能够喷画的玩具 结果后来主人 就给他一个刷子 然后那个猪 会拿着刷子在画纸上画画 而且那个画 还可以卖三千块美金 那个猪呢 他会选颜色的 他会画画 这猪蛮聪明的 外表笨笨的 挖头胎当猪 就不得了 所以呢 我们再继续讲下去 所以呢 后来就是只有这个小孩子活的 他被救起来了 那有人扶起了这个小孩子 他爬不起来 因为旁边很多死人的尸体 勉强挣扎的站起来 突然头重脚欺眼花 然后那个脚也没有力 四周围还有在挖土 然后呢 这个土里面还埋了死的人 然后呢 这个 哇 他反正最后被家里的人参扶回去 总算经过了一段时间 终于身心康复了 心有余悸 嘿 然后呢 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 所以他跟师尊一起用餐的时候 他想起他还是十几岁的小孩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所遇到的事情 他五十几岁 那时候师尊才三十几岁 可是呢 师尊年轻人 还也会喜欢跟年长的人 互相的交流经验 然后呢 这个林老板就问师尊 哦 那个 这个卢朋友 我是不是灵魂出游的经验 他灵魂出来的 灵魂出游的经验 师尊说 应该是没有错 那所以那个人这样 所以我很相信灵魂 因为那一点差一点死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他那时候见到师尊的时候 他就讲人活着 真的是为了一口气 人生就是为了争一口气而活 若不是为了争这一口气 何必那么辛苦 这个争气 是真的是呼吸的争气 不是那个呼吸 静真的真 空气的气 真的是呼吸的争气 而不是这个 你要争什么权位啊 低位的 连呼吸都没有了 你那些低位 那些观 那些享受 其实都是没有的一样 哇 所以呢 他说这生命实在是太难得了 不过他觉得死也不可怕 一刹那的死 连痛苦的感觉都没有 我听到也蛮羡慕的 所以呢 一刹那的死 但为什么人人都很怕死呢 我告诉你他是他运气好 他能够历经死的 所以呢 如果病死 躺在床上慢慢死的怎么办 对不对 我有亲人呢 得了糖尿病 卧床这个大概四五年 常常要洗肾 本来一个礼拜洗一次 后来一个礼拜洗三次 哇 那个才痛苦 而且煎熬了五年 那他这个 渐渐的对 这个 如果要活久一点的话 就吃的东西要控制 可是呢 他也觉得说这样子 这种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他也不禁忌什么吃的 他照样吃 后来五年之后 他真的就亡生了 不过被师尊超度了 现在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被师尊印证了 所以人的死 那你说像俗马 师尊的妈妈 她是那个 这个最近才听到 是脑干中风 师尊的妈妈 其实从来很少很少生病的 然后她一生之中修法 只是回向将来往生的时候 能够不要拖劳命 她只是做这样子回向 所以她念了很多的往生咒 她也帮助了很多人 她也会通灵 然后也会帮人家灵疗治疗的 那如果要请俗马画那个符呢 她会叫那个人去佛前捕背 禀告自己的名字 八字弟子求什么事情 有印背 有搭允的允背 才去求俗马画符 然后有一天她就是 那天她平常都不是在早上洗澡 可是那天特别在早上 白天洗完澡之后 再吹头发 那因为她本身就有高血压中风的 那个迹象 已经七十多岁了 就有血管也是会硬化了 然后她就在吹风的时候呢 可能吹风筒太热了 然后就一时就爆开 血管就爆开 变成脑干中风 然后倒在这个地上 后来就被发现了 然后呢医生讲要三个礼拜 我们先生讲三天 后来是真的是三天就走了 真的很准 那也是没有拖劳命 这个都是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那所以说这个 人生如果 难免一死 人生难免一死的时候 你想要怎么走 你想要最后的时候是怎么走 最好是在禅定中 坐托立王 我这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修正到这个功力的话 真的是回向善事 对不对 不要拖劳命 这个是真的是 你说你人是 还要想什么 家庭 还要事业 还要子女 当然你目前的 你目前的这个责任是要尽的 但是还要这么执着吗 死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自主的话 你人生追求这些东西到最后毕竟是什么 想想看 哇 看看通门 应该很多在留言了 杨德夫 还有 亚定 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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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牌,虚空中的佛菩萨加持 你可以在鼎礼佛牌的时候 齐请师尊加持我的佛牌 齐请佛牌的主尊放光加持佛牌 观想他的光下来 灌顶佛牌也灌顶礼 这个就是加持了 所以不一定要师尊加持 其实自己也可以齐请的 好,再来当门为真欲提 大家对,请问方 法门、礼品、兵战、佳兄妹、张登云 三日新秀的功课、温淫妹、吕美春 悠悠看到白光殊胜的大力金刚佛牌 这是金刚守菩萨 刚刚我在举起佛牌的时候 突然有一阵白光 就在我们的荧幕上 你如果今天结束之后 你再看今天的视频 刚刚有白光散一下 我觉得很惊讶的 张登云、徐九令、林秀英 一阳出洞万物来生 萧荣峰、林秀一 还有这个 马吉林、马斯加西 一坛三次相应 三次新秀108、林曼之贴108、传入佛108、高王金 还有真佛金 哇,很多的功课 李正国、兵战、张万皇、兵面队 还有李金淑 也是梁花童子咒 长寿如来、真佛金、高王金、白志明咒 谢谢 文旦、丁、丁、坤、中、德、王、克莱斯科、叶善德 文旦必须写信给师尊解决 所以你看Richard Dune就写信给师尊 就得到工作了 加持了 虽然不是每一个都能够如愿 可是有他的加持力 所以如果你们有需要帮忙的话 欢迎写信到西雅图贵信中心 曾经说 林正昌、林威晨、艾娜、还有密秀翁 已经对军训训练 要练习射弹、实弹射击 贝德是真家、要控管的 Marjani Ma、明阳丽、陈寗珍、Lisa Jan 也是三星咒 还有上次下音法、真佛经、 陈寗佛母不动弥望、安徒弟这些人的功课 Amy、Catherine 王国会贴来了13个人的功课 谢谢 还有Amy Joe、伊心 不要送我你的重奖礼物 人家给的是 好,你们在聊天的 机器回向师尊 好,我们把这篇介绍完 好,所以呢 所以那个林先生就讲 因为他们对死认为一切都是完的 这段话是师尊讲的 一般的人认为死就是完了 不知道死后 还有生生死死很正常的 恐惧死后 不知道人是产生了害怕的心理 其实阴间倒是一个清凉的世界 然后呢 在那里那个世界跟人世间是差不多的 死去的人不想再到阳间转世为人 阳间的人也不想到阴间为鬼 这心理的感觉是一样 还是会对死有抗拒 原来如此 这个故事呢 林先生发誓是真的故事 哇,叫你名字马上出现了 那你刚跑去哪里 你是一直在听 是把他叫你名字 你马上留言的意思 好,用爱力 来,我们来唱 那么花光自在佛 请根本传承大家持 那么花光自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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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们祖师尊常祖师天长转法轮无助涅槃 今天是星期六的晚上 很多同门都是在外面 护士到场的同修法会 那这个行程结束之后 欢迎来看我们的重播 录像师尊常祖师尊 已经说真的人往生的前面好像很容易有不安全感 以前去持继继续癌症病房 看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一时半刻都放不下 这个还有何文艺 杨德乎 所以我们要看师尊的渡过生死的大海 今天这一篇已经介绍完了 那下一个还是要介绍静光的抚摸 剩下20分钟 哇这个千手千眼的光芒 有谁看过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那就是那种光芒 世尊讲好像是各种颜色的静光 互相的旋转 那个静光是重叠的 世尊是画了三千多幅画的画家 那明白颜色的重叠会创造新的光芒 更具有特色 那些光降在世尊的身上 如虚空中飘越飘落 一阵风落在世尊的身上 哇原来是千手千眼 观世音菩萨降落在世尊的前面 这尊菩萨呢 在观世音菩萨的群族里面 观世音菩萨赖群族 没有了 观世音菩萨的族群里面是最尊贵的 他有十一面的头 代表是十一地 第十地是等觉 第十一地是妙觉 哇那这等于是佛了 那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千只手是动的 千只眼睛是会动的 你看到那个电视节目 好像是中国的 对不对 好像是请了很多位荣养的小姐 来表演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表演的真的是尽善尽美 哇每只手都会动 对不对 那是真实的像 师尊看到的是真正的千手千眼观音 手会动 眼睛会动 很多眼睛在对你的动 哇那又很漂亮的光芒 何等的让人家充满着一种 非常欢喜的心 对不对 师尊讲那种光芒 简直是无法形容 很强烈 很强烈 很柔美 很柔美的 那观世音菩萨对师尊讲了四个字 虚空无尽 哇观世音菩萨 无量无边的 那观世音菩萨跟师尊讲虚空无尽 师尊就来讲他的无尽呢 师尊讲说他画了三千幅的画 他这个他已经度了五百万的地址 然后师尊讲建立了六七十座的雷藏寺 然后写了两百七十多本的书了 然后师尊又跟观世音菩萨讲 我的名声已经非常的响亮 哇我走在路上很多人都认识师尊 真的没错 在台中我们跟师尊去餐厅 哇只要到餐厅 就是有人会指着说 这个好像卢森燕 这个好像连生活佛 师尊的名字已经很响亮了 然后呢 他讲的这些是不是很厉害呢 那观世音菩萨刚刚不是牵手牵眼吗 眼睛在动吗 那个眼睛 你看一千个眼睛突然 那个很不屑的样子 哇 师尊又继续讲 以为好像没有听清楚 师尊又跟观世音菩萨讲 我有三光 有佛光 有灵光 有白光 哇师尊头上还有三光 已经修得很厉害了 哇 那观世音菩萨好像没有听到 哇 这个是佛 佛跟佛的对话 很高 然后呢 观世音菩萨用千只手来摸师尊的头 仍然讲虚空无尽 哇 那那个他的一千只眼睛由上往下看就像镜子一样把师尊看住了 哇 哇 龟世音菩萨不是很高了 哇 一千只眼睛看着师尊 哇 那个光 哇 师尊突然看到什么 自己很渺小 很渺小 看到什么自己很软弱 又好像快看下去 像前辈的小点点一样 像小虫一样 观世音菩萨又跟世尊讲虚空无尽 对不对 你看 世尊讲两百七十几本书 世界上有哪一个大事呢 像世尊一样写两百七十几本的佛法 世界上有哪些大事 像世尊一样有白光佛光灵光 对不对 读五百万的弟子 六七十座的雷葬师 还有分堂道场 我看有四五百座 有谁像世尊一样 结果观世音菩萨 眼睛好像有听没有到 很多眼睛 哇 看像世尊 还是讲虚空无尽 于是观世音菩萨告诉世尊 人间的人 有了一丁点就生起了傲慢 你亏要被傲慢消化了 同时你也消化了傲慢 其实所有的人自以为学到了很多 其实了解很少 哇 观世音菩萨 给世尊开始 当然我觉得世尊其实不是傲慢 是也是故意演化这个对话 来让大家明白 即使在更有更高成就的人 在神明面前 在宇宙面前仍然是一粒 一粒一粒 一样的 是很微妙的 那世尊就问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说 人们不知道虚空无尽 那神问如何了解虚空无尽呢 菩萨说 不用徒劳无功的在外面寻找 要向你自己的内在去观教 哇 里面的宇宙去看 你看 你身上的细胞光大脑就有百亿的神经 一百亿的神经 那大脑里面有很多的脉冲通电的光大脑 全身的细胞 你不要以为要血一滴血有多少细胞 这个是指生理的 可是其实身体的内在的心灵 其实是内在宽广无边的宇宙 所以有一次也是一个对话 世尊到一个湖边 那个湖边 哇 瑰丽的色彩 居然出现了一尊漂亮的湖神 湖神把整个湖 哇 那个湖光山色 也是非常逊丽的色彩 然后就跟世尊讲 湖神也是跟世尊讲 哇 你看 我能够把这个湖边的水染光了 这周围的湖光山色 都是我制造的怎么样 那世尊就跟湖神 直指自己的心里 哇 原来这个湖神看到世尊的心 里面是充满着无量无边 无尽也是虚空无尽的宇宙 所以我们的密法里面有这个自我 入我 我入 对不对 你那个佛菩萨本尊进到你的心中 画一个光点跟自己合一 这叫入我 对不对 可是我入了是这个从合一之后 再化为原来的 还原为原来的光点 从顶上冲出去 融入在宇宙的比如性海 对不对 哇 所以那个湖神 看到世尊的比如性海 看到了无穷无尽的宇宙 观世音菩萨同样也要告诉世尊 人们呢 不要因为一点点的成就就骄傲了 那要知道虚空无尽 如何知道虚空无尽 往内再去观照 里面才是有重重的无尽 从自己的内在去观照 那世尊们观世音菩萨 那我要观照什么 观世音菩萨讲 你没有看到空吗 你没有看到无吗 当你找不到自己 才是虚空无尽 哇 找不到自己 所以你找得到自己吧 现在是慧君吗 你五十年之后 你的慧君跑到哪里 你这个自己是暂时的 对不对 自己是因为这个因缘而聚合的 可是你真正的自己是什么 对不对 你以为这个水 就是永远是水吗 对不对 遇到冷的你就变结冰 然后遇到热的你就变蒸汽 水可以冰 变成冰 变成雪 变成湖水 变成海水 变成蒸汽 变成天上的云 水还是水吗 它只是把它细分 是H2O分子 所以我们只看到表面的形象 还没有看到真实的样貌 所以你自己的眼耳鼻子的声音 你现在是聚合的 是一盒相 各种的相聚合在一起 变成你现在这个形象 可是你能够了解你真正的自己吗 我用水来去比喻他本质 所以这个人有什么好骄傲的 就算你成就了 变花卫君 有时候我会算 我会计算 我这个人 我在做这个读书会 今天是540多集 对不对 我在做这个读书会 之前我长达十几年都在讲师尊文集 那一年大概有200场的法会演讲 或者跟同门坐下吃饭再讲 也算是演讲的话 一年200场的讲师尊文集 一年200这个 对不对 那十年就两千 两千场 过了两千场 这个 的演讲 然后再讲这个 这个读书会500多 这2500多的师尊文集的讲了 对不对 好像是 好像是 比较少人像我这样 可是呢 在佛菩萨师尊的演中 仍然是非常的渺小 连师尊都那么渺小 那我们自己怎么办 师尊是讲说自己渺小像虫一样 我们是虫身上的一地细胞 对不对 永远没有办法认为自己做得多大 所以盖多大的庙 多少人认识你 多少人拥护你 多少人推崇你 你跟虚空比起来 不够一地杀利 没有什么好骄傲 其实这个呢 没有骄傲的心 就是让你远离斗争 远离阿修罗 远离魔的心 魔呢 就是最喜欢骄傲 天上天下 我是老大 这是最厉害的 所以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真的是 观世音菩萨给我们上了一课 师尊给我们上了一课 你说对吗 看看现场 威尔森 邦 陈斯曼 Jong Chan 相互自己的执着才是宇宙的巨人 所以遇到好的事情你可以高兴一下 可是你也想想看 你希望不希望其他的人也跟你一样 跟你一样的精进 跟你一样的智慧 跟你一样的幸运 跟你一样受欢迎 跟你一样的学佛 跟你一样能够明白佛的智慧的喜悦 最后还是普通尊重 虚空无尽 用菩提心来成就自己 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人生是四大甲合 最后分解 变成无归空物 好 Diamond Go 阿久 你好 拜祭 我宝灿 今天礼拜六 很多人去参加法会护子 是对的 好 我是 Viradian Garling 以心 其实人就是很渺小 要了解这个世界的事情 是没有办法 马上就可以了解完全 这样子不知道自己要修多少诗 才有办法的 好 日志郡 牵手观音对师尊来说 虚空无尽 人间的人有了一点点成就 就快要被傲 傲慢消化 才消化傲慢 只有内观自己的宇宙 才是虚空的无尽 好 世之中 明天观世音菩萨 辰道日农历六月十九 明天 礼拜天 对不对 哇 礼拜天 所以我们彩虹雷杖寺 有不空眷属观音的法会 好 丹金瓦 还有曼达拉 Jelifer Way 十字中 今天下午开车 在老婆跟女儿一同前往 桃园 威天宫参观观圣帝君 提前祝贺观光的圣诞 切兰菩萨 Happy Birthday Jelifer Way 还有这个 Malotus Malotus的功课 正国经世尊新旧等等 谢谢 许经也是地上经的功课 谢谢 明光令 Lisa John 有生有死 世间行 亲情缘尽也得分 望生如能心放下 才可安然随佛往 好 还有这个 正名大的 李正国的 Edwin Lin 好 嘉珍世 四家行 真佛经的功课 认识尊长命百岁 林汉松 还有John Ong 甘封律师 有生病 希望你病赶快好 Malotus 好 还有这个 何文彦 这个 明天要主题 台湾威力才 看十二亿 正名乐 丹丹丹丢 Edwin Lin 还有李正国 我居住的地球 在宇宙之中 只是一点微尘 而连地球 都是小小的 一粒灰尘 何况是人类 对不对 哇 讲得很棒 时间又快到了 剩五分钟 我们节目最后 跟着我们伟大的师尊 一起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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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些读书会 两篇故事是不是很精彩啊 这个灵魂的超觉讲到死亡的感觉 虽然我们没有死过死的感觉 但是这个灵魂出游的经验 让我们觉得我们还要更珍惜这一生活着的时候 一定要修出一个真量 活着的时候认名给这个往生的新药 认名根本传承 将来自己与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一起到国国进入了 那这一篇话千手千年观音千手千年的光芒 观世音菩萨跟师尊演化的教我们不要骄傲 你在人世界就算再大的成就都不要骄傲 听起来是不是令我们觉得很惭愧很棒啊 好我们谢谢师尊给我们写这么好的文章 明天明天礼拜天读书会暂停一次星期一 在为大家服务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影片按赞转贴留言分享 拜拜